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领导中心、战略模拟部门的乔克里蒂安中校和埃布杰奥夫少校介绍了该学院使用矩阵兵棋进行教学的情况。 具体内容如下,矩阵兵棋是一种成本低,使用方便,多人对阵的角色扮演兵棋,其主要特点是辩论,对阵员在权衡论点和反驳论点后,提出要采取的行动,行动的成百主要取决于对阵员论点的力度。 比较而言,矩阵兵棋推演所需的材料,时间和人员较少,推演前只需准备模拟地图,算子和书面想定,推演需要一名裁判,一名主题专家,以及四到六名队阵员或队阵员小组。 推演时间一般为二到三小时,而且可根据学习效果进行调整,矩阵兵棋易于学习,学生能很快上手。 对于教师来说最重要的是,矩阵兵棋形式开放,推演限制较少,基于两年的将矩阵模型用于实验性学习的经验,战略模拟部工作人员发现与常规的研讨会形式教学相比,矩阵兵棋能让学生完全沉浸其中,并了解更多信息。 此外,在矩阵兵棋中学生,必须口头陈述其行动和论点,并快速做出决策,这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思维和决策能力。 由于矩阵兵棋的优势和对于教学的重要意义,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在课堂上,利用各类矩阵兵棋来补助教学和学习,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强化形矩阵兵棋,用于强化课堂教学,增强学生对关键概念的理解,如对于历史、当前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相关概念的理解。 该学院某课程就欧洲区域研究计划推演了四款兵棋,以探索波罗的海国家的未来局势。 二、熟悉行矩阵兵棋,用于帮助学生了解某一区域、行为体,或者某种态势或问题。 一个贴切例子就是关于叙利亚的矩阵兵推。 在推演中学生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代表多个国家、机构或派别。 小组中的每名学生都扮演一个角色,并必须代表小组进行总结性叙述。 取述内容必须包括他们是谁,与谁结盟,不能与谁结盟。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有趣的是,有一个小组将自己与他的一个派别,由一名学生扮演分割开,以表明他们对一个大国力量的信任。 三、顶点矩阵兵棋,用于普助顶点课程教学。 顶点课程是一种让学生整合、拓展、批判和应用在学科领域的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 技能和态度等的课程。 这类课程中使用的顶点矩阵兵棋需要涵盖课程整年的教学计划,以评估每个学生的进步情况,通过这类兵推学生能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从而展示整合学到的所有知识。 总体而言,矩阵兵棋在辅助教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既是有效的教学和学习工具,也是衡量教学目标和学习目的,是否实现的有效方法。 既是有效的教学,就是在课之前的一些传统教学部学院,是否实现的学习工具和学习工具,是否实现的教学,只是希望签字还请指定在里面的学习工具,也是否实现的教學而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